今天网上的消息 苏州放开房屋的购物不买 限购取消 大概看到比较靠谱的消息是说 昆山泰仓取消商品房限购 外地人无需交社保 就可以在昆山泰仓购买房子了 买一套 当然据说也可以买到三套了 政策也放松 贷款的政策相应也放松 二套房首付款贷款是 结清的有三成 未结清的给六成 此前贷款结清的五成 未结清的八成 所以贷款也轻松了很多 所以8月17日起 经昆山和泰仓 是房管局住建局确认 两地取消限购政策 这个具体的东西大家都在网上讨论了 但是好多人也在说 到苏州去买房的话 真是不容易 为什么呢 那的房价也不低啊 是吧 你说是一个挖地吗 那特别适合上海人去买 它也不是个挖地啊 所以这个上海人真的愿意到苏州去买房吗 欢迎您在我的视频下方 评论留言告诉大家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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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